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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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作品之 賴正凱 在這個龍年的時候 來探訪五間財神廟 全台北中南五間財神廟 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過說真的啦 你今天不會賺錢努力喔 你哪一天就會為省錢而煩惱 不過我們要知道說 賺錢並不是你想賺就賺得到 有的時候 你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的時候 你可能是因為運氣的關係 你在怎樣 拜神嗎 但怎麼拜呢 這一次我們來到的是 彰化找這位 張庭師父裡頭的一尊 武財神 這武財神真的厲害啊 裡面有兩個真實的故事 我們還找到當事人 但你一看就贏 這位就是楊先生楊大哥了喔 他之前在疫情期間 遇到一些麻煩 他就來求到了這位武財神 也安了一個斗 我們可以講一下這故事嗎 在這個疫情期間 剛好是百頁蕭條 我們大概是做 然後辦公設備的一些部分的東西 那當然疫情期間 根本就沒有人去開業嘛 所以說我們的生意地是不好 那時候遠距啊 遠距上班 是是是是 那個武財神求了 那我回去之後 突然間一個靈感 他就出現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炒一些設備 黃衣的設備 像酒精噴霧器 消毒槍啊 類似這些商品去找 如果順著武財神的 大概一個感應 我就大概去 去國外搜尋了一些 類似這些商品 突然間又有一個廠商 主動來找我 說他這邊有一些酒精噴霧器 還有一個測溫的機器 他說目前在大陸 都賣得很好 而且各方面都很穩定 他這邊的供貨都OK 那當然我也是半信半疑 那所以說我先買了一批進來 買了一批進來 持續的一些銷售 還有一些品質上都不錯 所以在這個期間 剛好我透過了 那個武財神的感應 我比較好奇喔 剛剛是提到感應喔 是感應是指說你夢到嗎 還是說武財神突然跳出來跟你講 沒有那麼選啦 那當然是剛好是 一般的話就是可能你 就是像靈感一樣 它會出現一個畫面出來 腦袋上有個燈泡 對對對 就一個想法就出現了這樣子 好了我們這位康小姐的故事呢 其實中間有一些些敏感的部分 這個同業還在圈內 講出來可能會有點尷尬 所以就是不露臉 但絕對不是造假 故事是百分之百真實的好不好 那康小姐想請問一下 你是發生到什麼事情 之前我們是還在做生意的時候 張天師傅這邊安武財神斗 那有一年突然間我的武財神燈就熄掉了 然後 蠟燭火燒掉嗎 我們這邊是用燈泡的 一般來說是不太會發生這種事 燈泡怎麼可能會熄掉 對對對 沒有發生過 所以說這件事情也讓道長這邊有點驚訝 所以他們就聯絡了我 如果可以的話 過來拜拜一下 這個燈可能他就給我們一個警訊 我就接到客戶那邊 打聲招呼說 同業踩到我們的縣 搶客人 搶客人來了 一兩年的時間 他們就開始收我的單 可是收單以外 貨款也開始迫欠 不做不做 可是錢還是要照收 求武財神 準備了一些我的相關的商業文件 之後才過每兩三天 我們都還沒來得及開口 他就直接說 你們的事情我不想跟你們糾纏了 今天幫你處理好 所以聽起來他之前是一隻故意不接電話 或者是一隻神影的樣子 這個我們就不方便做 好 沒關係 但是他後來這樣錢是多少錢 幾十萬 幾百萬 對 那個房子有頭戲款 聽了兩個故事之後 你應該會對這個武財神很有興趣吧 好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介紹一下 武財神在哪邊 在我們的旁邊這裡 好 現在在我們旁邊的這一尊就是武財神 那這一位就是李道長 我們要請李道長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叫武財神 我們講的武財神 事實上 民間稱為叫武陸財神 他是主將 另外四位是他的左右副手的概念 所以民間稱為叫武陸財神 管東西南北中 五方財物我都能夠賺到 叫武陸財神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過年期間 勢必就是呱呱樂跟威力財 我想中個頭獎 可不可以拜武陸財神 對不起 我們武財神 他叫做天公 他在天上天靈 他是管他的財庫 是因為他公正聯名 所以他管的是正當財 正財 對上班的收入 或你做生意的貨款的 應收賬款等這些 那其他的非分之財 你要大家樂 你要簽頭彩 樂頭彩 對不起 不歸武財神管的 我們現在身邊換了另外一位 就是這位張天師府的 張天師第65代的傳人 為什麼特別介紹這個部分呢 這個壓軸啊 就在後面的四張府 都是親自由張天師親筆所寫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四張府 這四張府裡面 第一張 右手邊這一張叫平安府 平安府裡面有一個火車 他是鐵元帥 鐵將軍 然後第二張這個是財神府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武財神的財神府 放在正中間 對 正中間 然後第三張這個是文昌 文昌府 所以文昌 財神跟平安 它三樣都是隸屬在武財神的管轄範圍裡面 那它裡面還有一個附屬的單位叫做月老 月老府也是在它的管轄範圍之下 武財神管月老 為什麼 對 是因為人的結合 成立一個新的家庭 它的經濟來源最重要就是財 所以其實聽下來可以知道說 就是這個武財神跟這個月老有關係 其實最直接講就是麵包跟這個愛情都很重要 甚至有時候麵包比愛情還重要 所以拜月老也是關於武財神這邊管 那想問一下說現在過年期間 大家都會來到這個財神店 求一些發財小物 那這邊會有一些相關的發財小物嗎 有 我們天師府歷練的 在這個春天的時候都會有一張武財神府 這也是您畫的嗎 對 然後裡面有五塊錢 就是指的就是武器朝園 剛剛說的那個道理 只要你來天師府連續擲三個行筊 就會送一張 不是說來就可以有 沒有 是要擲筊 好 那上面這個就指的武器朝園 這個斧頭是代表天師府使用的 當代天師 那再來的話下面畫的這一個 就代表一個武財神的樣子 它是採取它的形 然後坐著這一隻就是老虎 這兩個就是老虎的頭 兩個眼睛 然後老虎的鼻子 這個是代表它的神區 了解 它是一個象形的畫法 因為道教講的是陰陽 對 上面是屬陽下面是屬陰 那陰陽的話你一張符會取消掉 要是往內合調它就陰陽就取消了 喔 這抵消 這符的 對 符就沒有了 只是一個看的藝術品而已 了解 它沒有符的能量在 那所以我們在收的時候就會反過來 反過來以後捲取來 以後它就會產生陰陽 兩儀的方向 在這邊 對 一個是關水法門 一個是關火法門 所以為什麼水火桃園指的就是 這張符的水火桃園陰陽 在裡面 有意思喔 這我覺得有意思 訪問到下午快兩點的時間 原本想用個控肉飯來跟大家做結尾 但是因為時間人家賣完了 只剩著排骨飯 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五財神 如果你想求偏財的話 人家可能不太歡迎 求正財努力工作的話 可以去找張天師傅的五財神 再來就是 如果過年期間路過的話 你可以去求這個 五入八財幣 這個不是買的也不是送的喔 你要有緣去把三個行歸 就可以得到了 好不好 我是特別之中 我是山山凱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我發現喔 錢母最好用錢的部分喔 如果是錢 你可以放在銀行 或者放在你的抽屜裡面 這種是直接會有感應的 那麼我們常常看到 妙給我們這種錢母啦 金幣 金幣啊等等 這個是你跟他之間的一個連結 一個信物就對了啦 比如說阿土地公 我今天要去談一個業務 幫幫忙喔 你幫我把它順利把它完成 然後完成之後我回去這個還願 你就把它帶著 土地公就會幫你達成你的心願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連痕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要很重 用餐延長 平生的協力 是個月最好 care 你 by bwd6